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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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心裡財經 ABC 錄音時是星期五 7月28日 晚上大概10時15分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下假地隔鑽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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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這麼多段片 正所謂有港利台 沒有窮人 上集也提到假式的效果 有機會都會一段落一段 當然,聯村局也有經常 很 consistent 找人去工作、彈弓手 最重要的是日本的YCC有機會轉為法律 但如果一旦轉為法律 剛才彌鳴彭蘭說要上就沒有了 為什麼?整條街沒有力氣 除了這幾樣大事之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我們看看 剩下的故事,看看中央這邊 聯儲局線人料 陸方未準備好宣布抗通脹勝利 就是加息未完 就是這樣 戶口說通脹 我們說其實就是封鑽美匯指數 就是這樣 應該會加到別人爆為止 金融風暴 由於加了這麼久都不見有人爆 你可以用我們這個沒有理據 或者沒有證據的陰謀論來講 那就快點日本Yen出多分力 更加之快爆 令到別人 這個美元有強勁 你借開的日本Yen突然爆升 不死有鬼 沒錯 可以了 這個爆死的對象很高機會是韓國 我們經常都說韓國的房地產 這樣想法 很大機會會相及 本身國內的金融風暴 所以現在比較弱不耿風的去 對,應該是傷勢的 不過我猜現在有人在放數 那些人流通性頂到也不用死 但是你也知道 醜婦中稅見嫁勇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連尾到做數的時候 要撥鼻也走不掉 所以應該過不到九十月了 因為去到第三季 你都快結束了 那些人做事就知道 有什麼數一定要放棉 所以股災經常都是九十月有原因的 是的,延期時間醜婦中稅見嫁勇 還有還有一個 所以之前大家要享受 九十月大家要小心 年初的取態都是一樣 美國財政部就說 中美經濟損勾根本就不可能 這樣說的 那他這句實話來的 不過就奇怪 為什麼他好像成十豆沙包 這樣說了出來 有估計也有些原因的 例如他想刮到行這個芯片葉 芯片葉有三大巨頭 反而過我們Visard中央 大家聊聊天 所以其實老美練到最行 也是最有機會練得到我的芯片葉 誰知芯片葉都要這樣貴化 再加上我們中央 是很不想用的七雙拳 就是用姐姐反制裁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央打那麼久 或者被迫和老美打那麼久 貿易線 有幾好我們會用反制裁 其實大家真是 好少見到的東西 但是一去到芯片 那方面真是太過難搞 所以才第一次用這個反制裁的方法 大家開始互相捏住對方的鼓鼓 反而老美就真是這麼壞 就是我們跟老美打那麼多貓力線 我們自己頂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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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著的話 老美就不斷攻 但是當我們一伸手 捏他的鼓鼓 捏他的家姐的時候 哎呀老美就說 其實脫鉤是幾乎不可能的 這樣也有的 他吃了一整十豆沙包 因為他不是在演講 他是在演國會聽證 陰公 哦 聽說老點會很大件事 老點國會應該是 所以就是這樣 魔通料金價明年創新高 如果有金融危機 金價創新高就很正常的 就是這樣 明年就有機會 一個reverse 就算我當是老美唱說 哎呀明年通脹受控就減息 金價也有機會上 商務部長說 今年下季未訪華 這個人好像之前說 我們有工具箱裡面很多工具 是逼人交付資料的那個人 現在呢 老美那邊輪著來訪華 輪著來 不知道是假裝朋友 還是被最後通貼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在談什麼呢 我們跟關稅有關 關稅應該什麼呢 在香港的調查 有64%受訪會計師 工作壓力巨大 14%這麼少 對呀這個對應上星期 就是說 會計師說缺三成人手的 是不是 哦那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是64% 不是呢 因為呢 那三成人手已經大壓力 走了 那剩下那64%的人就說很大壓力 哈哈哈哈 哎呀就是這樣 然後呢 內地七月批八百款遊戲 版號 做生意 繼續努力做生意 賣一下遊戲 遊戲不是全部負面的 是不是有很多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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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A君呢 經常都說 AR的應用呢 實質應用好堅 之前略略提過呢 就是飛機那裏 維修那些實質應用 甚至乎你去到 醫生那邊 其實呢 玩AR的遊戲呢 已經可以某程度上呢 就做到一個虛擬的景象呢 給到那些醫生呢 就可以虛擬地去 搞一下手術 所以呢 是令到呢 醫生們 手術的成功率 是增加了 那當然啦 這裏呢 看個list 咦 八道和心動 八道這裏有很多東西的 哎呀 阿君 我 也已經講到 再講吧 很厲害 有很多東西 好了 接著 韓正 歡迎外國企業內華投資 中央呢 這個 高質量 的開放 似乎是 繼續 這個利益和外國捆綁啊 利益相依的嘛 才有辦法談啦 希望 我猜這個策略是這樣的 還有呢 可能都看得到呢 老美呢 就為了要 他的 霸權的延續呢 就在政界和軍事那邊呢 就是寸步不移了 但是今次呢 就見到一件事 當呢 就是兩邊撐到好行的時候呢 反而第一批叫救命的呢 就是老美裡面的企業家 所以呢 今次呢就發現 喂 慢著 如果呢 我是找多些企業家過來 說不定老美 打橫來啊 就是去政界和軍事界呢 打橫來的時候呢 會有老美那邊呢 去做稅下 叫老美不要那麼離譜啊 那在這些時間呢 就可以建立到一些時間 和一些空間呢 給到他們迴轉 所以呢 做到這個環境的話呢 無論是說 啊 例一啊 有外資資本進來啦 也都可能有技術等等等等 入來啦 孤不論 孤不論 孤不論這件事 只是說 找到這一班人呢 在老美的政界和軍方呢 對我們極限施壓的時候呢 給多一些稅客呢 其實都是有好處的 啊 是啊 這樣 那你呢 有些好處給別人才行的 是不是 哦 他本身有這麼大的市場 給他已經是覺得很大好處了 那香港外派員工薪酬福利呢 排名升到全球第五 因為美金強了 那樣 那港元和美金掛勾嘛 所以呢 就是啊 那些福利都好了 那啊 就這樣的情況 另外呢 金管局呢 就是按照著美國加息 那貼現槍呢 就去到5.75 就高過這個 這個老美的一滴的 剛剛的貼現槍 那樣的意思 嗯 維持回來 沒什麼特別正常的操作 這個負責呢 就是應該是 站錯邊了 因為呢 昨天新聞就負責說 中國不會推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的 但是就很明顯出了 是啊 其實呢 就這樣 出就將會出 但是呢 這個出緊呢 是大家已經知道 他打了開口牌 會打哪幾範會出的了 其實呢 都幾全面的範圍 所以呢 25號開始呢 港股呢 就 都是因為呢 這個 將會有大型的刺激方案呢 會出回來 這樣 那 A軍估計呢 是會陸續陸續地出台 不是一次過這樣 燒煙花那樣的 因為呢 其實呢 都要預留幾手 假設 老美又或者是呢 環球局勢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呢 就預留回來呢 去作應對 但是呢 現在呢 都是時候要做一些刺激了 畢竟呢 去年呢 開始搞房地產了 三條紅線 這一樣東西呢 就令到呢 房地產塌了之餘呢 亦都令到那些consumer呢 就比較hesitate 就比較有猶疑 所以呢 要做一些事情去 捉回經濟呢 可以陸續陸續續地做 那麼呢 亦都呢 預留回幾手呢 就假設外圍有什麼事發生呢 都還可以在這裏 所以呢 一大規模的組合權 又是一個大規模的刺激方案 買的集團呢 門組要鋪龍上市 之前也說不上 不過呢 這個也是我們那些 那些下界人士 就說 你不上市重組這麼多 搞來就什麼鬼啊 當然 接著最終都是趕著上市 那樣子 更何況呢 去年和孫正義 談了這麼多 都已經是有刁毀了 就是什麼嘛 要放回 大家都知道了 無論是騰訊也好 無論是阿里也好 其實是外資來的 拿最多股份的那些是外資 現在能夠看得住場 是因為馬雲和馬化騰在那裡 他們有原始股 但是呢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呢 中有一天這一群公司 變成外資控制呢 那對中央來說 都可以說 無論經濟上 以至民生的資料上 都一次過送給外國 所以呢 要拿回這些股權回來呢 是中央很需要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去年馬雲斯這麼忙 周圍走 就是中央已經鐵定心腸要做這件事 但是呢 拿著股份的外資 為什麼要放給你呢 可以 現在呢 終於在去年孫正義等錢花的時候 講點數 就是呢 給這些阿里的公司 全部重組 跟著呢 谷高股價踢上去 然後給靚位你們走 不要說我困住你們 給了靚位你們走 就把那些貨呢 就給回中央裡面 讓中央的人士呢 控制回這些股份 令到呢 真真正正正變成中國人持有 第二天不用怕呢 就是那些西人納爺 其實都是一直沽貨的了 那些孫正義啊 還有這個 南非公司 一直沽騰訊的 沒錯 沒錯 IMF就說 黑海協議結束 即是普丁共 那樣的穀物價錢 升10-15% 所以普京就說 送些糧食給非洲 已經 普京這下大小超 這些穀物相 擺明是西人那邊 穀物價格上的 然後普京就說 你穀物價格上啊 嘻嘻 我給非洲啊 你吹啊 嘻哈哈 這次真正在過歐洲一動啊 老實說 你過歐洲一動 那都是原因的 過你 우리一動 令你痛的 你就不會太好 等到老美的部份 去遠回我們 另外呢 中美經濟發 confident 舊債王就很正路 那是企股的回落的 那這個股 Fe根的看法 很貼近 GPU 計劃 美股近期的遊戲受到人工智能刺激帶動 這個也算是近期代表作 別人還沒出現 什麼都審點AI這個真是經典 簡直是今年的Vision of the Year 但這個是很常見的騙徒手法 就是補藥和供科技的體驗 沒錯 LVMH第二季三年額增加17 所以經濟很差入 中國市場反彈 第二季開始買多了車廁品 這跟上星期說無端端勞力洩出口來香港多了 也有這件事 沒錯 看來中央的內需不太差 IMF有見及此也不是太大件 太脆到那麼壞 所以豬頭丙的增長率是3% 應該是全球的增長 就這樣 現在全球的通脹率6.8 明年降到5.2 經濟的情況 經濟是很轉的 總之就是 和耶倫依上星期唱的一致 但是 花旗唱 昨天你也知道花旗唱美國 明年升未衰退 你為什麼 哎呀 好像又是燒了今年 經濟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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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又在嚇你 另外 發展局局長 有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之前有個說法 就是 我們回收市區重建 舊樓 賠到同區的7年樓 他們決定 維持 政府的發展局局長 決定維持7年 因為當年應該都談了很久 才決定到是7年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為什麼賠那麼多呢 因為是在 資產持有人 都沒有同意的情況之下 鑑山壞了他的東西 好像強搶 這個侵犯了私有產權 所以賠得很慌慨 才可以 沒錯 Compass 到 你怎樣都不能說 他很厲害 什麼厲害 那麼大塊錢 不如你給我掠一下 那些人會這樣說 對啦 好像那些內地說 被人收了 地就發財 對呀 好了 國有大銀行傳 再拋售美元 維持人民幣 聽說 有些 分析說 怎樣都解釋不了 人民幣為何會那麼弱勢 我有沒有聽過人說 A軍所接觸的資料 主要是息差的問題 簡單說一句 由於我們人仔那邊 利息 及不上老美那邊的高度 所以那些人就沽人仔 賣美元 這樣 這個反而 比較 解釋到 經濟那些就完全解釋不了 對啦 經濟解釋不了 有些人就說 貨幣互換 換了給那些老友 老友就馬上去扔 對嗎 但是也是聽過 業界的人士說 不可能 央行拿錢去炒 怎麼會這樣 另外 月底 私樓落成 量創樓 年半最少 這個世界都是 好像鐘擺理論 這樣 看得這麼淡 價錢又出不了 人工又高 那些人當然 索性就不起樓 這樣就不會 鑑平鑑賤 這樣賣掉 這樣的意思 所以呢 就立即斷 供應自己會調整 看來 什麼情況 好了 政治局 這個星期的大新聞 加大雲 官政策調控力度 適時調整優法防策 這個意思 終於出手 是穩慶政策 這個日期是7月24日 所以對昨天看過圖 港股和人民幣 都是大升的 同一天 還有油價 油價明顯大升 達到80元的水平 就這一天 真是炸大利杜孝媽 真是很大力 這樣的情況 究竟有什麼政策 可以介紹一下A軍 A軍都在其他節目上略談過 這裏都說 再 強調一劑 今次就多事 首先 內需不足的問題 確內需 包括 當然是encourage 大家的大宗洗費 買車 家電 等等 encourage大家去做事 例如補貼政策 等等 另外 貨幣政策強調 一些 逆周期的調控 但是 怎樣逆周期的調控 A軍都要看一看 就是 都會撐恨人民幣 頂得住 怎樣撐恨人民幣 頂得住 A軍又在其他節目 有提過 因為今次 身上的 行長是誰 判公勝 詩君 是呀 判公勝 曾經 罵了 炒家 頂得住 和 他的表現 頂得住 首先 出來的時候 不說他的學歷 他出來的時候 在公行 重組員再上市 農行 負責上市 然後 調到外管局 在外管局 撐幾劑 炒家 還有 外匯的改革 現在 上來 做人民銀行行長 由於他撿過幾劑 去沽人 所以 今次的西人 一聽到 他說 色差 我們會處理 我們會保持人民幣強勁 西人一聽到 嚇壞 上盤 就反過來 不沽到人 那麼狠 這個 未出手 就嚇到 一摸一摸 內房 內房又搞什麼呢 之前 幾次的政治局會議 都看著 房住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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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用什麼呢 要用工具箱 用好的工具箱 簡單的說句 就是 因地制宜 眾所周知 內地的地方政府 房地產 是一個很大的收入來源 所以現在有不少 地方政府 都叫救命 然後就說 沒錢教基建 怎麼推 Internal 經濟 經濟 所以 就開始說 不如這樣 一刀切下來 就已經切到 恆大都被人切了 這些 Leverage 到二萬億 這些就已經被我們剩下了 其他的發展商 都短期內 不是不夠膽那麼狠 是沒有能力那麼狠 因為沒有人再量到那麼多 所以 既然已經收了 這個Deleverage 效果已經 階段性完成 那就不如因地制宜 因地區的需求 給他 有一些 自己的房地產政策 這件事出來之後 房地產 終於輸了一口氣 還有 市民 終於不用看到 房地產價格那麼灰 都開始 比之前有心情 消費 另外會議 就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剛才說了 都是encourage 經濟的東西 encourage 都要看地方債風險 地方債風險 一直都是 其中一個比較高的 priority 這個化債方案 A軍 聯想到 好像 多年之前 國企改革 大家要把 時鐘 回到 九十年代 三國債年代 我不是說地方債是三國債 但是 要回到當時 既有下江工人 又有國企改革 搞到周圍 都是三國債的一個情況 當時 我們中央就搞了華融等等 那些的公司出來 就買起這一堆的債務 然後 便利重組 當重組完成了之後 股價就上了 變了 當時 拿著 Distray Securities 即是神祖買了這一堆的 當時的市衛 不知搞不搞得到的 叫做劣質資產 就立即全部翻身 那些化解債務的公司 又賺一筆 兼且 需要資金的 亦都有資金到手 然後 亦都可以 重組方案 變成了 兩者雙贏的局面 現在地方債 有機會做類似的方案 出來 好了 跟著 亦都 內需 剛才提到 汽車 電子品 還有一些 旅遊消費等等 依然 會做回 當然 汽車 和內需品 有估計 不知道會不會加碼 科技方面 眾所周知 之前大家都聽到 馬化騰 和中央開會 平台經濟 將會有很大的 encouragement 當然 數字經濟 越來越勁 還有 有一樣東西越來越突出 斯君 你經常說的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哦 是啦 是啦 最後 企業方面 要做什麼 企業方面 開放 一個 溝通的平台 因為 中央經常被人說 國進民退 民企很難做 之前 還要有些地方 有個年輕人 跑到球場 打打球 然後 要求球星 幫他 簽名 在草地上 自由奔放地跑 都有人借故 說 如果民企可以 自由奔放地跑 就好了 這些說完之後 終於 搞民企溝通 和民企溝通 你要什麼便利 回來 叫做 所有 把之前 國進民退 的疑惑 一不過掃 畢竟 民企對整個經濟 的貢獻 實在 非常非常 非常之大 這個表 弄了七項 A君 還有東西 醒悲大家 這裏沒有提 就是 要用這個 財政政策 會用專項債 增加 今年 二萬多億的專項債 還有萬多億 可以用 所以 是會 Fixed Assess Investment 即固定資產投資 是會 增加出來的 亦都 因為 搞更加 巨彈性 擴充性 的 Fiscal Policy 所以 令到經濟 比較有把握 去 頂得住 甚至提升 A君 知不知道為何我報道這麼熟 為甚麼 因為 那天 出了 Policy A君看了十多份報告 然後要向老闆報告 哈哈哈哈 哈哈 沒錯 這個情況 這個 從外資的大行都說 這個政治局會議 是這個 轉捩點 簡直是 所以立刻就入市 5點幾% 但是 我就不認為會持續 為甚麼 因為老美現在在吸錢 是不是 他就沒有理由 給你 一條氣 去 幫他搶錢 但你反過來 中央這個時候出招 配合老美 加息近尾聲 其實是減低了 老美吸錢的效用 人們都想 雖然老美高息 但是內地似乎做生意有機會 這個 應該是抵消了 老美金融收割的力度 這個時候出招 我看就是這樣 為甚麼人忍到那麼久 因為去到5點幾% 都很近極限 其實美國加息 也是 就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經常看公仔書 就是喉對方 舊力以盡 新力未新之際 我就開始出招了 對啦 似乎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 沙特和金管局都加強金融合作 主要是農債 那方面 這樣的情況 我們與其中東的生意人來香港越來越多 沙特和美尚市也有關係 另外 美國財政部 就說 那些開發銀行 不要再借錢給中國了 中國那麼有錢 這樣子 就是這樣 這樣子 而另外 最後 來方 要住宅短期 維持低迷 因為 我想 加息加到現在 都很厲害 加到這個位置 你也知道有些人看趨勢 樓價開始 跌回今年上半年的升幅 所以就這樣說 還有這些 發展商 都可以出呼吸計劃 對呀 但是你剛才提到的 起樓的數目 是慢了 剛才你也有說 所以 危機 和伏就是商議 有危就有機 究竟是否一個 機遇呢 對不對 A君是怕發展商都出呼吸計劃的話 即是他想脫貨 之後就 啊 啊 那又很難說 這個因為 因為 其實你見人家03年那時發達 跟08年一樣 是買了一些 一樣是做優惠計劃 即是你和 大地產商 竟然就倒贏了 那你才發達的 那就要看時機了 就是這樣 今天說到這裡 對呀 又是那句 三說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 中央這個時候 然後出 刺激經濟的大招 其實是對沖 老美 竟然去收割 全球的加息浪潮 這也是中美的暗戰 下的一部份 我的看法就是 而且在這個位置 出 老美 舊力以盡 新力未新 亦都不是 中央一次個曬欄出來 亦都有一些 摸著石子 但是告訴你 我們方向 如此 有些 陸續有來 對呀 還有剛才說了 盤沒資本市場 說漏了 盤沒資本市場 還有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 之前一說盤沒資本市場 就試過搞什麼 廠草辦 然後 又搞其他的 註冊制 等等 所以這次 市場上 很期待 就是 這個盤沒資本市場 有些事情 去做出來 變成 中央就好像 一次過說 方向那麼多 什麼時候出哪樣 我作是 變成無限憧憬之餘 還可以 老美如果 假設 搞什麼特別事發生 我們還可以 還有 新的方法 或者是 一連串的計劃 去抵擋 變成這一招 都可以說 組合拳的極致 玩到是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就說到這裏 連組合拳的極致都說了 所以真的是 有港理台 沒有共人呀 好啦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